下面可以使用我们注册的小程序账号 登录到微信的公众平台 然后再去填写一下小程序的相关的信息 点一下这里面的填写 先给小程序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您号Demo 然后点一下后面的检测 确定能用这个名字 再给小程序选择一个头像 选择图片 找到电脑上面的一张图片 下面再输入一段关于这个小程序的介绍 然后选择一下服务的类目 这里我选择教育 再选择一个子类在线教育 然后提交一下 我可以再为小程序去添加一些开发者 被添加的开发者可以一起协作去开发我们的小程序 点一下这个添加开发者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 你想要添加的那个开发者的微信账号 这里提示我要添加的这个开发者 已经被绑定成管理员了 管理员本身就有开发权限 我们可以先关掉这个绑定的窗口 这里还有一个体验者 在这里你可以去为小程序去绑定一些体验用户 那么这样在小程序开发的阶段 你也可以让这些用户去使用我们开发的这个小程序 再看一下管理员 这里会出现我们注册小程序账号的时候去绑定的那个管理员 要求帮助器 你们下一下 黄远看看 跟大家 绑定的 盘